最近 首趟新东方快车从新疆乌鲁木齐站市出 来自浙江 江苏 四川等地的游客 开启了为期十天的环塔克拉玛干沙漠之旅 新东方快车沿着南疆铁路 河若铁路 格库铁路新疆段 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周 沿途将逐一游览 库车 喀什 河田 库尔勒等南疆主要县市 并将领略到位于帕密尔高原的盘龙古道 石头城等独具魅力的景观 白天可以尽情地玩 尽情地享受美景 晚上到新东方就直接睡觉了 当天首发的新东方快车由13节软卧车厢 两节餐车 一节酒吧车组成 其中 金钻车厢由一间套房组成 每节车厢乘坐八名游客 设有独立卫浴间 书桌 衣柜等设施 蓝钻车厢每节可乘坐28名游客 车厢两端提供公共卫浴服务 车厢的环境就像五星级宾馆 一进来就把视频都拍了 传给家人 据了解 新东方快车今年计划开行十六列 四五月份以南疆线路为主 六月起将启动南北疆环线产品 三十六月 六月 八十一